也是我11年的老客户来选别墅 各位大家为什么要住别墅 并不是说别墅怎么样 有些大房子比别墅还贵 因为别墅接地气 很多老人家 很多客户 他就买在那个二三四层的高楼 各位你想一想 是不是风大 第一个 第二个不长风地气 第三个不接地气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前世间每一个的首都 他的办公的地方为什么都不高呢 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思考正确的东西 不要拿着芝麻当西瓜 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不是乱来的 所以呢别人过得好 我们要恭喜别人 不要去妒忌人家 人要有这种心胸 从佛家来讲 那就更是要包容 那么这个别墅 大家看看这几排别墅 那么看来看来这几排 我们知道现在你看 大家看到这个外环境 这个外环境外面都是高的 大家看到 我们来来来来来这边 你看这里中间几排别墅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别墅 我们看到这边都是高的 这边都是高楼 你看旁边的外面都是高楼 把别墅开在中间 我过来问刚刚那个业务演讲 也当时这个老板找了好多先生 找了很多大师过来看 一般来讲别墅会在里面 因为这种小高层肯定在旁边 为什么 做它的靠山 然后别墅在里面又不吵 各位这一排两排三排四排 这四排别墅 一二三四 这四排别墅就有学问 对不对 这非常有学问 到底哪一排哪一栋 我们先不是拿楼盘看里面 这种地方不用楼盘 先看外环境 为什么呢 大家看它大门在这里 这是它的小七大门 在这里 大家看 小区大门在这里 小区大门在这里 从这里进来 那么大家看到 大家你看 比如说像这排别墅 我们能不能考虑 我们这排别墅 我们就不能考虑 为什么呢 你看这排别墅 前面虽然开阔 但是大家看一下 你看 它的对面就是这个 它的对面就已经歪了 特别是我们来到这边 你就很清楚 比方说现在你这是大门 你买的是这套别墅 各位 你看看你对面 你对面先不说什么 各位 我们说对面的暗山 一定要什么 友情 要环抱我们 要环抱 不能是学的 要正 对不对 如果暗山不正 那学了 学了就漏财了 那就不正了 就无情了 我们说对面的水 暗山都要有情 我们是主 它是冰 一定要环抱我们 不能 像我们说路不能返工 水不能返工 那么对面这个房子来讲 各位你看 对面这个房子 我们现在在这就很清晰了 很正正的 各位是不是邪的 是不是邪的 它没有正 所以这一排别墅 我们就不能考虑 我们就不能考虑 所以就考虑那边的 这一排别墅 我们根本不能考虑 要不然你价格 你买下来 你花的钱都是一样多 但是你住进去的效果 完全不一样 像这个东西 先不用看这个里面的设计的 我们先软头 再理气 这是步骤 希望我这个视频 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